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统治 七位战机各自统领七块领地 他们拥有强大的龙具武器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正是因为有了战机这张王牌 战争居然以布罗纳大军溃败而告终 此时一位红发少年正在战场上寻找失散的队友 他就是我们的男主 一位本不温正式的小伯爵 他掌管的地界只不过是布罗纳王国边境上的一处弹丸之地 叫做阿尔萨斯 他迫于国王的征兆 无奈加入到了这次的战役中来 这时男主发现了三百米外敌方的战机 那是一位白毛少女 虽然他并不在乎这场战役 但毕竟是国王的命令 于是他决定用弓箭射杀对方 当他干掉了为首的两名将士后 白毛挥舞力剑向其驰骋而去 男主接着向他连射两箭 但都被对方轻松化解 就在男主做好英勇就义的准备时 白毛居然对他说 就因这句话 男主的命运被彻底改写了 男主作为俘虏被带到了白毛的领地 这天中午 正当男主酣睡之时 白毛的随从为了将其叫醒 居然把剑插到了男主的嘴里 随后他将他带去剑白毛 没想到要赎回自己 阿尔萨斯需要在五十日之内 交出其三倍的税收或是等价之物 否则男主就将归白毛所有 随后 男主被带到了训练场上 白毛要求他在众人面前展示剑术 但不知为何 男主屡屡失手 完全不见当初战场上百步穿扬的神采 不仅引得围观群众对他一顿讥笑 实际上 男主是在与手里的弓箭进行磨合 正当他要展现真正的技术时 机会来了 一名刺客正隐蔽在城墙想要行刺白毛 白毛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运用手上的宝剑轻松阻挡了对方的偷袭 刺客失手后急忙逃走 正当其他人忙于追捕刺客的时候 只见男主干脆力斗地对着前方一射 剑不偏不倚正中了刺客的脚背 这下男主那违背常识的剑术 终于震慑到了在场所有的吃瓜群众 同时也得到了白毛的赞许 第二天 白毛意外地向男主道歉 原来昨日有人故意想让男主出仇 所以给他配备了一把烂弓 为了惩罚那些人 白毛决定砍掉他们的头 但男主却替他们求情 让他们保住了小命 男主询问白毛 为何要求自己当众展示剑术 得到的回答竟是白毛对自己一见钟情 更确切地说是对他的剑术一见钟情 然而民众们却纷纷猜疑 是白毛爱上了男主才将他带回领地 所以需要让大家见识男主的实力 留言才会被终结 回忆起那晚战场上的相遇 白毛兴奋地表示 整个无聊的战争过程里 只有男主令他感到了愉悦 随后白毛诚恳地向男主发出投诚邀请 却被男主果断地拒绝了 因为他必须要回到阿尔萨斯 那里是他要守护的地方 之后的日子 人气骤增的男主在领地里 同士兵们一起饮食起居 逐渐和大伙打成了一片 并且他还有了自己的追随者 那个光头 这日男主随处漫步 碰巧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幼龙 这时传来了白毛的声音 说那是他养的龙 名叫鲁尼耶 男主闻声望去 看到的竟然是 被男主看光了的白毛竟十分淡定 不仅如此 他还邀请男主证实自己 原来白毛认为作为战机 即使在最羞耻的情况下 也要表现得十分坚强 当晚男主躺在床上 眼前时不时还会浮现出白毛的样子 这时光头敲开他的门 告诉他 他们抓到了一个布鲁奈老人 此人正是男主的老随从 而他冒死前来的目的是为了通知男主 泰纳尔迪耶公爵的三千军队 正在向阿尔萨斯挺进 急于营救成名的男主 决定返回阿尔萨斯 却被白毛拦住了去路 比起男主依旧是俘虏的身份 白毛更质疑的是 他毫无对策 却只想对抗敌人的鲁莽 面对白毛的质疑 男主沉思良久 最后他提出了一个请求 那就是 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惊讶于男主的异想天开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 白毛竟然答应了他 相对作为条件 那就是男主要将整个阿尔萨斯 交于白毛统治 对此 男主竟然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于是白毛一声令下 便带着一千人马前去救援了 画面此刻转到 泰纳尔迪耶公爵这边 由于国王的儿子 在狄南特平原的战役中身亡 布鲁纳的霸权 一时成了众矢之地 纳尔迪耶公爵为了赢得先机 拍出自己的傻儿子西安 并让他带上两条龙 前去将阿尔萨斯移为平地 阿尔萨斯的百姓 在得知敌军靠近后 一部分人逃进了树林 另一部分人则躲进了神殿 作为男主的青梅竹马兼女佣 双马尾少女决定留在府地 等待男主归来 在男主的宅子里 一直供奉着一把黑弓 即使父亲已经过世两年 男主依旧没有勇气去使用它 双马尾誓死也要 替男主保护这传家之宝 很快 敌人就入侵了阿尔萨斯 但幸好百姓们早有准备 所以暂时没有伤亡发生 面对空城 西安完全提不起攻打的兴趣 此外父亲不允许他在城内 使用巨龙 龙只被允许用来起到震慑的作用 为了解恨 西安决定至少毁了男主的住处 于是他闯入了男主的家 撞进了惊慌失缩的双马尾 显然双马尾没有任何站立 他的恐吓对西安起不到任何震慑作用 只见他步步紧逼 并对可爱的双马尾心生胆念 静影划过 双马尾的裙摆便裂开了 西安继续紧追不舍 最终把双马尾逼到了阳台绝处 就在双马尾决定放弃抵抗之时 只听嗖的一声 西安的手便被定格在了上方 抬眼望去 竟是被一剑贯穿了掌心 没错 男主赶到了 双马尾听男主的话跳下了阳台 并在随后赶到的白毛的帮助下 男主顺利救下了双马尾 然而当双马尾在男主怀里撒娇之际 突然一阵冷风袭来 男主迅猛地用手接住了射来的利剑 并反手回进了暗处一发 短短几秒内便干掉了一个敌人 这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再次惊到了身边所有的人 但男主终究还是受了伤 双马尾看到后 立刻撕下裙摆为其进行包扎 战斗还在继续 男主才发现手里的弓箭竟然坏了 这时双马尾向男主奉上了传家宝 男主终于拿起了这把黑弓 第一轮战役以西安败退收尾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局了 白毛竟已乘胜追击 此时西安带着大部队 撤退到了莫尔赛姆平原稍作休整 当他得知面对的敌人除了男主外 还有吉斯塔特的军队时 整个暴跳如雷了起来 他发誓要男主付出惨痛的代价 战斗前夕 男主和白毛等人一直在商议作战计划 期间他们提到需要绳子以及备用马匹 这时双马尾前来送茶点 他娇称地询问白毛 他与男主到底是什么关系 明白了双马尾的心意后 白毛一真一假地回答说 男主是他的所有物 于是双马尾立刻将白毛视作了自己的情敌 很快战斗就要打响了 面对西安两千多的兵力 白毛和男主率领仅仅四百骑兵 与对方逐渐缩近距离 在白毛封支宝剑的保护下 敌方射来的箭雨 完全伤害不了白毛这边的阵营 但就在他们气势如虹之时 西安的军队放出了地龙 围堵在了白毛军队面前 一时之间白毛的士兵们伤亡惨重 这时白毛的随从侧面突击 为白毛争取了反击的机会 只见他独自持剑站在地龙的面前 地龙被白毛秒杀后 西安出动了他的别动队 白毛这边则做出了逃跑的迹象 将对方引上了山丘 而就在敌人盲目追击的时候 白毛他们将事先埋伏好的绳子拉起 瞬间就绊倒了大部分的敌军 同时白毛随即发起了反击 与此同时 男主安排的伏兵也正从敌人的后方围拢过来 听这个阵仗竟有两千多人 得知消息后 西安方寸大乱 最后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命令正在前线即将取胜的骑兵撤回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 那两千多的伏兵其实不足百人 那只是男主利用地形和西兆 以及两千多的备用马匹 营造出了大军来袭的假象 于是随着敌方骑兵的撤退 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西安最终败在了男主与白毛的手下 穷途目录的他向男主提出决斗 西安如往常一样轻视男主的弓箭 但随着男主一次次将剑 射在西安盾牌上的同一个位置 在第四发的时候 剑竟然射穿了盾牌 直穿西安的手臂 一时间两边的军队再次打了起来 但西安却趁乱骑上飞龙 抛弃自己的军队逃走了 这时男主感应到了黑弓的指引 于是在白毛风之宝剑的帮助下 成功射下了飞龙杀死了西安 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保卫了阿尔萨斯 事后 纳尔迪亚公爵自然对男主和白毛恨之入骨 为此他雇了杀手准备除掉男主 并决定动用其他的战机来对付白毛 而白毛因擅自攻击布鲁纳的领土 而被吉斯坦特国王召去训斥 幸好大殿之上 有光机苏菲出面解围 白毛才能全身而退 夜见完毕后 白毛终于长出一口气 但这时他却与他的天敌 雪姬米拉不期而遇 最终还是看在苏菲的面子上 两人才停止了争吵 但白毛就此得知 米拉与纳尔迪耶公爵竟是老相识 而另一边 男主居然决定与纳尔迪耶公爵开战 为了寻求各地的支持 男主开始四处游说 由于男主有白毛的加持 游说意外的成功 很快白毛也拿到了国王的许可 但同时他们面临着两个难题 第一是事后要将阿尔萨斯奉献给吉斯塔特国王 第二是他们的对手可能会有其他的战绩 说曹操曹操道 雪姬突然破门而入 他说他是来见男主的 在前往德罗尼克的路上 雪姬明确向男主表示 他们不是纳尔迪耶公爵的对手 说话间 众人突然闯进了一个埋伏圈 原来这便是公爵安排的杀手 众人在抵抗杀手的袭击时 白毛的随从不幸中了蛇毒 男主不假思索地下马为其吸毒 但是杀手们的攻击还在继续 这时雪姬站了出来 瞬间用兵术秒杀了敌人 随后便离开去找医生 他们相约在德罗尼克相见 正所谓自古功兵都挂逼 我们的男主就是其中一个 但真正令他打败敌人的 是他的善良正直和勇敢 在奸臣争权的时代 男主是否能够守护住他的家园 敬请期待之后的解说 如果你觉得阿水解说的还行的话 还请动动手指点赞订阅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